我約去喝咖啡 誰 不好說 對 三個字 沒有 不好說 好 三個字 好 反正他一看到我 我那天穿了一件長褲 然後外面套了一件小外套 小背心 也穿著外套背心的 因為那個天氣其實有點涼 然後不是大外套 我們坐著他就說你站起來 我就說好 你看看你 你把外套脫掉 然後我就把外套脫掉 他就說你這手臂 出成這樣你想當藝人 你這條褲子應該是M號 還是L號了吧 你這絕對不會是S號 沒有藝人是不穿S號的 有說中嗎 對 就是L號 好嚴格 然後我們不是在辦公室 我們是在東區一間 很大的咖啡廳 很小的咖啡廳 然後桌子跟桌子的距離 其實是很近的 大家都在聽 然後大家都聽得到 然後我是站在那個中間 然後我那時候因為就是 剛素人要開始當藝人 我也不知道要怎麼去 面對這樣的一個造型 然後我只知道那天 我們電視台的老闆說 要碰面的時候說 他幫很多大牌的歌手 都做造型 所以我們其實很難請得到他 那請你要加油 他當下就跟我說 你牙齒這麼黃 你的腳這麼粗 然後你的手臂這麼粗 你這樣你其實當藝人 跟所有的自信心 跟所有的價值觀 一戲就毀滅 我從隔天開始 我就開始去健身房 我每天下午兩點鐘 就去健身房 我早餐正常吃 中餐也是正常吃 可是我健身完 我就是跑40分鐘 又騎15分鐘的腳踏車 一個小時的有氧之後 我又開始做重量 就是做訓練 然後晚上我只吃一個三明治 就是那時候有什麼那種 便利上電的三明治 我就這樣一個禮拜 一個禮拜平均瘦1公斤 就1公斤左右 照這種速度 我一天 一個禮拜七天都沒有停 我就這樣一直從55開始 一直撿 撿到48 厲害 那不然是一種扛起小孩 這種推車報告 還有意義 以前有底的 因為我被人家批評完 我回家哭完 我會繼續吃 我會去健身房 就是他很有毅力 可是因為他講的都對 就是 被說中的感覺 他講的都是重的 然後我後來就想說對 然後就撿到48之後 我就發現 我那時候一定有一點點 就是整個好像大腦裡面 就覺得 我已經變到是 可能已經被制約了 這個傷害了 所以我到48之後 我怎麼跑步 我怎麼怎麼少吃 我的體重都不降下來 後來我食出了大絕招 什麼 我吃了就去挖 我吃了就去挖 這個也是 最不好的 但是 我的體重就開始降了 因為都沒吃 然後他就開始 像魔法一樣 我像體重筋 他就開始有 有支援 他就一直開始降下來 降下來 但是從那之後我開始 只要吃東西 我就胃痛 後來我才發現 是因為我的胃 的關係 就所有的引發 都是因為胃不好 所以從那時候開始 我就發現 不行 我應該要真的知道 怎麼正確地吃東西 而不要胖 而不是為了減肥而減肥 但是遇到老公之後 就破功了 對 都是燒烤 都是炸物 所以我後來 其實懷孕 也有真的在克制 但是還是有胖 還是有 就是生完小孩的時候 還是有稍微 胖一點點 胖 對 生前生後 妳在差多少 生前生後 生前的契約跟生後契約 怎麼簽還三千 生後要擺哪裡 這是生後嗎 這生產完了 這是生產完了 就是這很生前 手臂算瘦性的 沒有 她懷孕沒有胖很多 聽說她懷孕非常控制 胖幾公斤 我也有在追蹤 9公斤左右 很標準 我們這種胖已經快19公斤了 對 妳只是她的個胃數 是因為吃得少 不是 是 那時候 醫生有跟我說 不要吃一些碳水化合物 因為小朋友會吃不到營養 然後媽媽會覺得很飽 可是實際上要吃一些 就是 所以我那時候 每天早上起來 就是清蒸一條魚 就是做法很清淡很簡單 但是就是整個 就是一直在吃這種東西 就有控制 然後老公只要一出國 我就去買鹽酥雞 跟太大腿 就是 就是要她不在 就這樣補償心態 對 對不對 對 所以我基本上臀部大腿 還是就是你知道 吃炸的跟吃烤的 就是還是會變 還是希望少那麼一吋 那白白咧 是 我之前因為都在國外 然後 因為國外就只有那種 美式食物的選擇 國外的食物吃三天就膩了 都這麼大一個 比頭還大 然後 還有一定要配薯條 對 而且一定是可樂 對 可樂 然後它 還有各種那種氣泡的飲料 然後又吃得很甜 那種美式精緻 過後的那種甜食 然後又在眼前 然後你沒得選嘛 又好吃 你就 就一直吃 但是其實以前在30歲之前 在台灣那時候 愛吃這些東西都覺得 不會胖啊 可是到了30歲之後 真的吃一些這些東西 隨便吃個兩塊就胖了 而且我那時候還有一些 就是很不好的習慣 因為以前是助理主持出身的 然後又在展場當Showgirl 經常是要穿10幾公分的高跟鞋 再一整天 才會好看 對啊 那個為了比例怎樣 你就是越高越好 但是問題是 又怕說自己長蘿蔔 然後又很酸 整天浮腫 看到椅子當然要坐啊 所以我們就是能 坐著當然是要坐著 而且在家裡的話 因為回家很累了 當然要躺在床上 那我們就喜歡低頭煮嘛 但是在家裡 就要用大台的電腦 所以我連桌上 在床上都會擺一張桌子 然後放電腦 然後躺在那邊上 躺著操作電腦 你這是 在尋求復健的過程嗎 就很像病人桌你知道嗎 然後有時候 就吃飯煮一煮 然後你拿出來這樣吃 對 這家很舒服 這個會太難吧 拜託去哪裡買 桌子包的一定有眼睛 有 那個小張的 就是這樣 我每天都幻想了 眼睛睜開 然後老公跟小孩 就會端著那個桌子跟早餐 然後放到桌上 對 幻想就好了 多動一動會比較優秀一點 坦老師剛才說你們沒在聽 對不對 多運動 好 所以如果說 以兩位這樣子標準的行為模式 跟造就的一個特徵 是屬於哪一種肥胖 好 我們來看看 這是屬於代謝型的肥胖體質 代謝型的 為什麼呢 請醫藥師幫我們解釋一下 其實代謝型的肥胖 最主要就是你的代謝變差 對不對 然後那變差呢 其實你就像我們在減重的過程 你就會發現 有些人一樣都是吃澱粉 可是有些人吃了澱粉很容易胖 我們剛才的澱粉型 可是有些人一樣就是少吃 可是你就會發現 他大家都少吃 可是他就是瘦不下來 那你就會發現有些人 他只要運動 他就可以增加他的代謝 他的代謝能力變好 他就可以瘦很快 所以其實就是我們有時候遇到這個 有些人他的飲食達到一個 持滯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他怎麼樣 少吃都沒有效的時候 我們就可能會變換運動 或者是增加運動 什麼意思 就是有兩個意思 第一個他本來都沒有運動的人 我們就建議他要運動 那有一種是他一直都在做運動 但是他飲食也有控制 可是他持滯了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會建議他 比如說回去跟他的運動教練討論 他的運動型態要改變 所以我那時候停下來的時候 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對 就是想不要再去做 你長久一直做的運動 那一般人最常遇到就是 就是一般人都是用走路嘛 或是跑步嘛 那這個時候我就會建議他 你換成跳繩 或換成游泳 或換成投籃球 就是你的型態 不要一直維持你那個運動的型態 你要去改一個運動型態 那你的代謝的型態就會不同 用到的肌肉也會不同 那這種運動型態就會 這種就是屬於代謝型的一個 這個需要用運動來做一個減重 增強你的代謝能力 是好方法 那為什麼喜歡吃炸物 會是代謝型呢 因為其實就是 這個型態有兩種 就一個是運動 另外一個就是說 我們剛才有說 有些人就是吃很多 那但是他這一群人 如果他吃熱量高 油脂高的東西 他特別容易吸收 你就會發現有一群人 他就是愛吃這個炸的 可是他不太容易變胖 那有時候是隨著年齡 剛才白白說 年齡也會改變 那可是有些人真的是 他只要他愛吃炸的東西 可是他的這個 很容易儲存變成他的脂肪 那有些人就是 他儲存的能力沒那麼好 可是這一群人就是怎麼樣 他儲存的能力特好 在儲存脂肪 這件事情會特好這樣 好 那那個 來 彭醫師 為什麼這種類型的 他是會特別胖在臀部跟大腿呢 對啊 不會胖在上半身嗎 對啊 如果這樣就好了 又都是脂肪 爸爸長得胸部也不錯 不會死啊 真的很討厭 這種代謝型肥胖 跟我們一般理解 那種新陳代謝疾病 有一點點不一樣 新陳代謝疾病就是 你有糖尿病 高血壓這種代謝 它不是 它是本身代謝變慢 其實我臨床大概三分之一 產後的婦女 大概都有所謂代謝型肥胖 其實我自己也是一個受害者 因為我從來就是一個 很喜歡運動的人 一直到大學都還常常 就跑步幹嘛 可是生完老大之後 因為太放鬆了 因為馬上就瘦回來了 又坐月子幹嘛 一下子那個十公斤就不見了 所以懷老二的時候 我的飲食習慣是 非肉 對 無肉不還的 所以我雖然不太吃什麼炸物烤 可是如果牛排真的是油花很多 或是什麼肉類 我大概就是無法控制 對 看一下 照片這一位是哪位 預言 那個什麽 日新聞 火要薩 猫 什麽 有 不 感谢观看